桃園市大圆区内海里民族一街的道路护栏是年久失修 外观破损钢筋裸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还有可能危害到用路人的安全 市议员徐奇万到现场会看后 要求大圆区公所来加速修复保障民众的安全 大圆内海里民族一街路边的纽泽溪护栏毁损严重 多处破损且钢筋外漏 已经失去护栏应有的防护功能 加上路边下方就是水沟 护栏没有作用 有可能造成用路人的跌倒或是撞伤 昨天初民众一直在反映 这个护栏已经老旧损坏非常严重 而且在这边骑摩托车的 还有学生骑乞车车非常危险 而且水沟很深 如果不小心跌进去的时候 人们说没死也不得到命 真的是很危险 市议员徐奇万和内海里长会看之后 要求大员驱公所重新施作护栏 提升人车的安全 那汇干的结议就是水利会 水利龙城水利署 那里又来汇干 既然没有站在他的土地 就是用原来的这个党主墙上面 来施测像新车系护栏这样 整个整排性的施测完成以后 再加上彩绘 那结果呢 就是养工处会跟驱公所 共同来讨论这个经货上 纽泽西护栏毁损的路段 长约150公尺 工程将会分段进行 并在完成之后进行彩绘 除了保障安全 也使市龙更加美观